非要精诚养 大笑不缺养 欢迎收看由宇宙养费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独家冠名的脱口秀大会 大家好 我是举一座张照忠 我没有重名 你到网上去搜张照忠 只有我这一个名字 很奇怪 没有重名 有时候他们会叫错 叫张绍忠 带脚丝的 但是还好 没有人管我叫张绍刚 去年就是我退休以后 参加的第一个娱乐节目 是最强大脑 到最强大脑以后呢 他们就有个网站就采访我 啊 张老师你说说 你这个参加最强大脑 有什么体会 我做电视二十几年了 我就挣了八斤地说 哎呀 我说我的专业是 搞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啊 我说我们国家 特别需要这样的科普节目 哎呀 我是最强大脑好了 说了半天 我给他说半小时 剪出来五分钟 全是鬼畜 那是第一次 我知道孩子们这么玩 我说我挣了八斤的 我一个海军少将 虽然退休了 但是将军还是在呀 你们尊重我一点 疯狂打扣 给我剪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才知道 这是叫鬼畜 然后那些小编导都是 九零后啊 我就说 我说哎 今天晚上有我节目 四套海峡两岸 几点几点 我说你到时候看 啊知道了张老师 我从来不看电视 我说那你看什么 我到B站去 我说有电视那么大 为什么要看B站 那手机看 为什么 有弹幕 可以交流 这是第一次 我接触到说 不看电视 去看手机 刷弹幕 有B站 我说啥叫B站呀 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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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我的形象 弄成鬼畜 你到B站上全是看的 局做各种各样的 这个他们这种鬼畜的 这样的视频 我看都特别喜欢 这就是孩子们 现在玩的东西 我天天上B站 我还是B站的up主 我B站 我B站将近八十万粉丝 我说太少了 才八十万粉丝 然后B站 我说你能不能多一点 然后他们说 我们可厉害了 我们站 我说那可厉害 到我工作室来 搞一次直播吧 那是在我工作室 大约还不到 八十万粉丝的时候 他们来搞了一次直播 刷一下 他就把他们B站 给搞垮了 瞬间崩溃 我说到了半天 你才这个水平啊 我说不过也差不多 我原来把新浪 99年的时候 把新浪整瘫痪一次 今年初的时候 又把腾讯 腾讯都给整塌了一次 去年呢 有一个活动 在乌镇召开 我跟唐文强老师 在一块 我说这个 手机直播 知道吗 手机怎么能直播 不都电视直播吗 不都电视直播吗 我说有个B站 知道吗 不知道 什么叫B站啊 我说B站有好多鬼畜 什么叫鬼畜 是鬼吧 我说是视频 我说你叫丞相 我叫菊座 咱们老哥俩 站了B站 鬼畜视频的半棉天 一个人一半 从那以后呢 我说唐老师 以后你要关注网络 结果听说他去年 到你们吐槽大会来了 对 进步了 有进步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啊 我知道很多东西 有些个东西呢 当讲 有些东西不当讲 有的人说 你这不懂 装懂 菊座是懂 装不懂 对不对 穿着明白装糊涂 说菊座你说说我们有几艘核潜艇 一艘核潜艇放多少洲际弹道导弹 人弹道导弹能有多少分导弹头 知道 不说 打死也不说 他们就说战略忽悠局局长 而且管我叫菊座 我说这个词不错 我就把它接过来了 所以我现在就成菊座了 那么黑我 比方说海带产潜艇 断章取义 我从来不解释 我从来不解释 我就自己做一海带包 背着 坐地铁 雾霾防击光 我就做了一个T恤 做了一个T恤 我今年坐地铁是第八个年头 最近才流传一张 我背着海带包 在那坐地铁的照片 我说前八年 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菊座曾经被别人黑过无数 你查遍网络 我从未解释过 我从来在网上没骂过人 而且从来没用过一次假名 注册过网上 全是真的 没有 今天穿马眼的 但是在网上不穿马眼 我就感觉呀 这个老年人 我们和年轻人 一代有一代的文化 我们要跟大家学会沟通 大家说你是怎么沟通的呢 我说首先要有爱心 要跟孩子们呀 要有爱 我们小的时候就讲团结有爱吗 哎呀一坐地铁啊 老弱病残专坐 我是到央视 坐地铁二十五站 我基本上从来没坐过 除非最后没人了 我再坐一坐 我说现在 咱们能不能反过来提倡一下 老年人给年轻人让坐 从我带头 光有爱心还不行 还要有童心 我们工作是十来个人 基本上都是90后 像今天你们 我来做节目 你们的前期跟我沟通的编导 都是90后 你们在座的 这还是大学生 这还00后 没有办法 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有太多的东西 跟孩子们学习 为了跟大家一块交流 我是2015年 12月31号 注册了 局作照中微信公众号 今天 中午12点 我的微信公众号 突破200万 我上台之前 我看了一下新浪微博 局作照中 刚刚突破 666万 局作666 666 弹幕投起来 你说多好 这么多人 每天跟我交流 所以说不管 官当多大 职务又多高 都要有一个平常心 人心换人心 思量换半斤 你看我的书 我的介绍 都没有过去的辉煌 巨王 什么将军呢 教授啊 名人呢 老人呢 没有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一个退休老兵 我是局作 张兆忠 日子 156 所以